气不通则胀 血不通则痛 气血虚则麻 一个要解育通毒活血养血 气血就是身体的源泉 当气血出现问题时 身体也会出现各种问题 比如气不通则胀 当气急不通的时候 我们身体也会出现一些胸闷不适感 比如说常见的胸闷呼吸不畅 总喜欢常叹气 或者是身体两侧发胀 腐胀腐痛 总是吃点东西就大嗝放屁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气急不通的表现 那常见的原因往往是肝气瘀痣 因为肝主管全身气急 因此气急不通的人舌相往往是里边鼓胀 此时我们可以参考一个柴湖疏肝丸 疏肝理气还能健脾 其次血不通则痛 有瘀必有痛 当我们血液流动不通畅 出现瘀血 堵质 经脉 气血流动的时候 就会出现疼痛感 并且堵在哪儿 那儿就疼 像胸口刺痛 脑袋刺痛 或者是偏头疼 肚子刺痛等等 那瘀血引起的疼痛都以刺痛为主 到了晚上或者冬天会加重 平时还会伴随着一些身上有瘀青肿块 嘴唇颜色暗等情况 对于我们可以参考瘀腐猪油丸 最后气血虚则麻 气血亏损 不能滋养经脉的时候 我们就容易出现四肢发麻发木的情况 比如常见的手麻 手抖 胳膊腿发麻发木 或者小腿抽筋等等 同时还会伴随着一些乏力没劲 头晕心慌 精神不振 脸上没气血等等 此时我们调理可以参考个养血溶筋丸 那以上就是有关气血的内容了 如果身体不适 建议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不要盲目跟风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